要有完美的身材 加入我12周转型计划 赶快注册terenceduo.com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Terence 我们又见面咯 所以今天呢 我要教你们的就是 要怎么样 让你的这一个 三头肌像 马蹄铁 就是How to grow horse shoes 在你的tricep这一边看到吗 所以我们叫做马蹄铁 对 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tricep 有分成长头跟短头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都很厉害 就是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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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那你问他 你念什么东西啊 我念我的三头肌 那长头还是短头啊 他就一头无水了 什么是长头 什么是短头 对 记得不要忽略人 这个三头肌 因为你整个这个arms 看起来很大 很大 很大 全部可以说有一半 是我们这个三头肌 对 三头肌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的三头肌的长头 那今天跟你们分享五个动作 让你们的这个三头肌看起来像 马蹄铁 horse shoes 长话短说 开始 OK 第一个动作呢 是仰卧必屈身下 这个动作呢 非常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这个长头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一 这一个 呃 运动里面呢 我们不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长头 对 长头我会做三个 然后短头会做两个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仰卧必屈身 所以这个呢 也是非常讲技巧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们都很喜欢拿的很重 那如果太重的话呢 你的这个角度不对的话呢 对于我们这个长头 也没有很大的感受度的 so 开始 但是 OK 仰卧必屈身 有几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当这个杠铃 下的部位是哪里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下到我们脸部这边 那是不对的 OK 是在我们的这个头部 这个部位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腿 必须要 这个 90度平的 没有前 也没后 就是平的 当我们挤起来的时候是 直的 那下 出 对 看到吗 我们的手臂基本上 是完全没有动了 在工作的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arm 对 OK 让我展示一个 这个是错误的 记得 下的时候 这样子打开是不对的 OK 让我做一个正确的给你们看 我们的这个左必须要 关着 那这样才可以充分的关注我们这一个 三脚肌的长头 要下的时候记得要下的碗不要下的一半哦 不是这样子就上了 不是这样子哦 不是这样子就上了 这样子不对哦 放到碗 重新 OK 第二个运动就是 亚铃过顶 必趋身 就是 对 亚铃在这边 记得哦 不要太壮哦 等一下记 可以拿亚铃砸自己的头哦 OK so 开始 对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 挺胸 对 就是 保护我们的脊椎吗 因为重量都是在我们的头部后 后尾的 so 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 记得 手 不要张开 看到吗 手张得太开 对 这个是错误的哦 那我做一个对给你们看 记得 手 关起来 对 关起来 然后下的时候 记得 不要 一半 那也不对 对 记得 要下到碗 重新 记上去 下到碗 记上去 对 就是这样 那 这个 三头肌的这个感受度 会更强烈 对 在于我们的长头 二 撒 BOOM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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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OK 这就是我们 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的 这个 三头肌的长头的 运动 叫做 攻三头肌 拉力气 记得是 反挖 下拉 反挖 OK 这个动作呢 坦白说呢 也不许要取得太重 太重了 太重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没力 对不对 就会 对 它会这样 接力 对 其实你接力到来的话 W拿轻一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就不需要太重 站好脚步 那也不需要站太远 OK 发力 对 发力 对 发力的时候呢 记得 基本上呢 给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手臂是完全不动的 发力的时候 是完全不动的 看 这个也没有动的 这边 没有跟着 这样子动的 OK 这样子动作是错的 记得 这边 完全 不动 Squeeze Squeeze 不需要太快 也不需要太慢 刚刚好 Squeeze Squeeze 你的 长头 OK 三个长头的这个训练 已经完成了 那 现在我们要 念我们的这个 短头 OK 这个应动叫做 弓 三头肌 拉力气 下拉 这个动作呢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神套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用纸干 都可以的 纸干拉力气 下拉 都可以的 那我喜欢用神套的 原因呢 当我们在挤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 多一个movement 就是把它 给拉出去 对纸干 你就不能够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感受度 我觉得 是会更加的强烈 在我们这个 短头这一边的 那我展示给你看一下 当然如果我们用纸干的话 我们几下 就只是 锁定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如果是神套的话呢 我们可以 下 对 就这样 感受度是 双倍的哦 看到吗 几下的时候 把它给拉出去 就是这样给它拉出去 那感受度是非常强烈 在于我们的 这个时候 在这一边 下 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的 这个我们的短头的训练叫做双干体称也是最辛苦的那一个很多人听到这个就很怕因为真的很辛苦对不对 那没关系 如果是想真的自己支撑不到自己的重量的话 我们还有用这个可以帮忙一下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呢 真的坦白跟你说 一定要做 它对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短头的一个部位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哦 厉害短说 展示一下给你们看 OK 在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我要强调就是 基本上可以说全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呃 三三头肌的这个训练呢 我们的这个左都是要把它夹起来的发力的 没有一个训练都是张开你的左然后发力的 所以很多基本上都是夹起来发力 记得哦 这个也不例外 这一个呢 我就建议一些新手小白 可能他们抓不到感觉 那我觉得这一台机器的这个support是非常好的 一样的 左 不要张开 合起来 呀 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tempo 感受都是在于我们的这个 三头肌 短头 呀 呀 最后两个 呀 哦 呼 啊 有没有感觉 完完全全 就在于我们这个 对这边你看都膨胀起来了 所以 这我们叫做 Deep 不要忽略这个动作 他对我们这个短头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你看 你看我说话就知道了 这么辛苦 OK今天这个运动呢就到了尾身咯 那经过今天过后你们会不会更了解自己的这个 长头跟短头 那回去或者去健身房的时候就照一下镜子 看一下你的这个长头和短头 哪一个比较薄弱的就从哪里边进攻 当然两边都要一起念不是说只是念一边不念一边那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 回去看一看哪里边交薄弱就 在哪里边下的更多的功夫 OK so 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我的这个视频 去我的这个YouTube去看其他的影片关系到我们这个 三脚鸡呀三头鸡呀二头鸡这些的影片都还有的 那 OK 记得 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有一个 Horse Shoes的 这个 三 不三脚鸡 三头鸡 OK so 记得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给我一个 这样子的Emoji 还有 给我这样子的Emoji so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68 动作 組 晴 很有